大家好,歡迎繼續回來母女之路的視頻 上一集都和大家探討了很多東西 亦都想知道母女的下一站應該是哪裡 但是很多人都有評論說,母女都不年輕 的確看到她已經是28歲了,留給她發揮潛力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今集一開始,我們馬上打開了核武 今天是做什麼呢? 我們就看到愛斯賓龍能力最高的是誰 是這個達鄧 我相信最近有看愛斯賓龍的比賽都對這傢伙有點印象 確實這傢伙全球是挺有想像力的 她就是愛斯賓龍的大佬,能力值最高 母女這幾場球在攻擊線上發揮得很好 我覺得母女的能力對比達定也不會差到哪裡 就是不要說吹到過了 她有148,這邊我們沒有球王 145也不是很誇張 大家都沒有什麼意見,就這樣定吧 進來遊戲的介面 看到雷恩 12月剩下的賽程都已經沒有什麼強敵 當然她現在是補級的 倒數第一的 上一集就說到,我有點想她轉會 但是都要過這個12月先 東窗開啟,再看看如何 如果12月剩下這三場球 沒有內進了30個球 我可能不轉會 所以都是先無意到1月,看看如何 好,回來了 已經踏入了1月 冬季轉會槍已經開始了 看看剛才那三場比賽 這場12月14日 主場對史達埃斯堡的比賽 母女是有入球的 第43分鐘 她也獲得了7.7分 是高分 但是我們再看看法甲 嘩 雷恩 你真是很穩 還是排在包尾 Full 15 正升級15分 唉 這樣的話 尼斯鳥本終會互吵玩了 上一集我們就在討論 沒有球王的下一集應該是哪裏 那我們逐個分析 那櫻超呢 是不用想的了 我們當然知道櫻超有B6的強隊 但是勞工正是最拆最拆的問題 所以櫻超已經畫了她 發甲 唉 想起嘛 發甲不起層 又是不用想的 德甲呢 你是不是跟發甲一樣 想你託層 好了 那剩下兩個選項 伊甲 和西甲 那我們再看看伊甲 那 其實的話 我就想放在AC米蘭那裏 那你不要看AC米蘭 現在好像排位很低 但是小賽兩輪 那 但是 我就覺得AC米蘭這個風扇都蠻強的 來 你看 安德烈斯華又在 馬里安奴又在 真的喔 馬里安奴都租過來 再不要說古勞迪尼 那全部 很厲害的喔 那舞女來到的話 應該都是很困難的 那其他那隊呢 烏雞啊 拖連盧啊 恩波里啊 哲和啊 好像都還差D2C 嘿 那我瞄瞄瞄瞄瞄瞄 羅馬呢 羅馬似乎都不錯的 但是呢 他的前鋒似乎又是太厲害了 像迪斯高這些 搞一下搞一下 都是覺得不行了 好啦 那我們回到西甲 西甲 哪一隊適合呢 我們先按西維爾 同樣都是那個問題 他們的前鋒是比較厲害的 所以西維爾也是 算了 那 維拉利爾同樣呢 又是前鋒比較厲害 你看 這個西拉特摩蘭老 新價5400萬 都很難逼開他 好了再下 欸 我們看到馬拉加 咦 這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馬拉加陣中那些前鋒的新價 大家都看到 不是太高 似乎 這個才是補救 下一個價 好啦 那我就下定主意了 那 但是呢 看到雖然他們的前鋒身價 都不是太高 但是實力應該都有 那 那母女 你不用怕啊 呃 我又開開那個神秘軟件 幫你盯一盯 好啦 一轉眼呢 我們又入到 欸 又入到 核武的軟件裡面 嘩 我現在才想起 核武核武 核武7 核武武女 嘩 原來這個軟件是為了母女 量身訂做的 唉 那就難怪我要這麼多次了 嘩 這個解釋真的滿分 唉 先不要說其他東西 我們現在就進來馬拉加的陣容名單裡面 啊 我就發覺他的風扇很差 沒有一個是夠母女抽的 最厲害這個 呃 Yavi Havi 不知道什麼 什麼的 都是143 都不夠母女高 潛力 你也不夠母女高 啊 那找啊 母女加盟這一隊 應該還是手法啦 找啊 好啦 那回來馬拉加的陣容裡面 母女就已經在陣中了 當然啦 剛剛才來到 未註冊 就很正常 那這一次 應該都不會是雙躍莫斯夫 吧 以他目前的能力 應該就很興奮了 我們再看看日程表 唉 馬上有BIGGAME 這裡 1月19號 啊 馬體會啊 這個是啊 那個著名評述員 什麼什麼劍 證明自己的機會來了 那 誰是正版啊 基士文呢 這場球 就可以分出勝負了 那我們一於就無意到19號 那開球之前 我們再看看 馬拉加 目前的排名 依然在追逐歐戰區 排第7 很穩陣 那再看看母女的 哇 已經出場了 已經有一個入球了 喂 好笑頭來的啊 兩場就已經有入球了 我們看看是哪一場入球 啊 這一場對著華力檢奴的比賽 第4分鐘就入球了 不久 啊 小狗來的啊 一來到就有入球 真是不錯啊 那我很期待這場對馬體會的比賽 那我一於就教基士文怎麼走位 進來演場 哇 馬拉加全部歸宿 就是留下母球 在前面 我就想起恩子丹那句 什麼呢 我要打10個 於是你真的打10個了 那來到第79分鐘 母女就下去了 上去80分鐘 由於這個陣型的限制 就拿不到什麼機會 都很正常的 今天來得馬德里 來得踢馬體會 就預算是沒有什麼進攻的機會 那看看怎樣 一下來 馬上就有一次精彩的鏡頭 看看是哪邊的進攻 看到馬拉加就有後場空球 掉了個球 給到這邊的哥利亞的射門 差一點 我以為沒有球王 一下去就要濕球 保時的最後一分鐘 高基的遠射 打中條明 但是這個尼馬 是撿了個雞 咦 為什麼裁判跑到場邊 要看這個VAR 這麼戲劇的嗎 我正在等著 好了 傻傻傻地跑回來了 有效 混蛋了 哎 馬拉加 真的 沒有球王下場之後 終於都受不了了 那最後 馬體會就 哎 是馬體會的 這些比分 經濟神衛1比0 當然 他們就射了差不多30腳 也不能說他們是保守還是怎樣 看回母路的數據 這場球也是一般的 6.6分 因為這個陣型的限制都沒有什麼球 這個評分都不可以說到什麼 那我們再看回賽程表 咦 下一場都很棒 回到主場 雖然西維爾 但是我對馬拉加還是有信心 我覺得這場球可以搏一搏 真的可以 看回這場球的手法 因為我們發現 沒有球王的位置後撤了一點點 踢前腰更好 可以展示到我們沒有球王的策認 多一點球 踢一下也不錯 踢前腰不錯 第29分鐘 西維爾的進攻解圍出來 馬拉加馬上發動反擊 一直帶到邊路傳給中間 中路接應的就是安迪維爾斯 首開記錄了 第87分鐘馬拉加的進攻 中路一直帶到 分給右邊的母女 邊路斬中 造成混亂 最後他的同伴是射門得手 這個球也要給阿武球王 寄個大功才可以 我們再欣賞阿武球王的走位 然後傳中 這個落點是很漂亮的 才有了後來的結果 兩分鐘之後 還是馬拉加的進攻 武女殺入禁區 嘩 點球啊 喂 點球啊 做點專家 武女真是 嘩 還要自己射 嘩 歷史性的一刻來了 搞定 推了個死角 猜對路也沒用 武女真是 一條龍服務 做點還要射夠 漂亮啊 這些就是高質素 馬拉加的球員跟著武女 應該都學到不少東西的 不過話說回來 發現馬拉加多厲害啊 屌 即是說回現實 這對黑夜 原來是劇西穴的 真的不應該 那現在就 吹雞啦 沒有啦 吹雞啦 裁判 還等什麼啊 吹雞啦 馬拉加主場3比0 完勝西維爾 我不想聽什麼歐聯盃霸主 現在又想降巴塞 13腳射門 8腳射 看看武女 6.8分 我沒有眼花 真的6.8分 太低了吧 喂 那兩個球跟他都是直接關係的 6.8分太低了 怎麼說都應該是9.8分 算了算了算了 那出來看積分榜 這場球贏了之後 馬拉加還是排第7位置 繼續向歐戰區發起挑戰 似乎馬拉加也真的是一隊不錯的球隊 我覺得很適合武女 我應該是選對了夏加 那武女接下來了 還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驚喜呢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下去 喜歡這個視頻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